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明显的就是西安 西安被誉为金城千里 天府之国 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周朝 就是建都在这里的 后来又经过21个朝代耕典 又经历两个中国最强盛的王朝 汉朝和唐朝 西安的一身王者气息 怕是放进河水里都洗过掉 更不要说它充满着古典鱼韵气息的城市韵律的 北京一直是中国北方的重镇 北京本是辽国的陪独 人称阎安京 后来金昭社中都 人口超过一百万 当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是很大的 后来元朝 明朝 清朝都亲赖这里 它虽然比不上西安定都的国家多 然而却是拥有历史文化遗产最多的城市 深圳不是什么古都 它之前是个小鱼村 后来发展成直辖市 我们从深圳可以看到一个村子都可能会有很大的发展 成为有影响力的直辖市 所以即使我们的家乡是个县 镇搞不好过个百年 甚至不到百年都能发展成具有影响力的省市 西安 北京 深圳都是一张面孔 出现在众人眼前也只有一个名字 但中国有一个城市 我们用三个名字来称呼它 每个名字都代表不同的历史 一个城市三张脸 是这个城市最与众不同的地方 这个城市就是武汉 提到武汉就要提到武汉三镇 武汉的地理位置很特别 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深圳包围圈中 是商圈中圈阳起的一个地方 有浓郁的商业气息 武汉不能作为历史名城 它应该是商业名城 当然中国的商市也是历史 武汉三镇的历史比较离奇 首先按长江流向分两块 东边为武昌 西边是汉口 汉江以南是汉阳 武汉这三个城市 一向是被人们分开叫的 也代表不同的历史文化内容 历史上从没见过单称武汉 埋葬了两千多年地质的辛亥革命 被称武昌奇异 也没人称武汉奇异 武昌可是历史名城 孙权为父亲报仇灭了皇族 收下武昌 不过此武昌非比武昌 但是有这个名词就能说明问题了 武昌和汉阳是东汉时期被人们所了解的 人们发现武汉的地理位置很重要 开始在汉阳建鲁山城 在武昌舌山建下口 但当时武汉只是个地理位置的概念 还没有武汉三镇的说法 隋朝建立后不久 号洞超前的隋阳帝到处游玩 汉阳这个地名才正式出现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他游玩方便 在明朝很长一段时间 武汉只有两个镇 以长江为界分东西 以东是武昌 以西是汉口 明显东时汉水改到了 汉阳被分成两份 人们为了方便就将汉江南北分开称呼 一个叫汉阳 一个叫汉口 汉口的铁路市中 国历史最先开凿的铁路 从北京到汉口称京汉县 还有越汉县非常著名 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力 到了民国时期武汉差点成了中国首都 但当时高层很多人意见相左 最终没能定督武汉 不然三镇之一就要成国兜了 三镇中汉阳是搞制造业比较发达的 著名的汉阳造 就是汉阳产生的奇迹 所以汉阳现在也专心做事业 前段时间武昌和汉口一直在各种思 只有汉阳淡定自若 该干嘛干嘛 颇有实干企业家的气质 武昌是三镇中文化气息最浓的 大学也多 因为人们气质浓厚 不太瞧得其经上做事业的 所以一直孤高自诩 暮下无尘 印立在天下第一阵的光环中 历史上汉口出现得最晚 但却是最会赚钱的 在清朝时 汉口就拢断了全球九城茶叶市场 实的一提的是 中国第一个直辖市不是北京 上海 而是汉口 因为商业太发达了 汉口人是最精明的 因为擅长经商 每个人都有商业头脑 人们常说的湖北老 九头鸟就是指汉口人 用综上所述 有武汉三镇的武汉是个超大城市 影响力也很大 所以也有直辖的民间称呼 一个善与忘记的民族 注定是没有前途的 请关注公众号 请说历史 与您一起记录中华民族的繁荣与苦难 铭记每一天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